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管理国族 就在刚刚呢 提总机啊 也是又出来了新的政策 也是再次接触管理国族 就是下一步 对于国久 包括幼儿三以上的国久 身上有纹身的一些球员 将会进行劝其把这个纹身改掉 还有就是以后的球员不准再有纹身 可以说这样的措施啊 也是让咱们国族的球员有一个正面形象 因为目前来看确实是 国家队的球员是代表咱们中国队 需要在与外国的比赛中啊 梳理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还有就是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啊 这些国久啊 将会对自己的纹身啊 进行一个修改 让自己的纹身啊 把自己的纹身啊 清洗掉 如果短时间内处理不掉的 必须用衣服遮挡一下 可以看出呢 体育总局呢 慢慢接触这些国族事务之后呢 将会彻底的改变一些政策 球迷遮了这件事情之后啊 可以说一致就好 大家都是配手撑好 因为目前来看 国族确实需要好好地整改整改了 不管是国族的球员还是教练员 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因为你代表的不只是一个球员 一个教练 而是代表咱们国家的一个形象 所以说 这些不良的一些事后 包括不良的一些 包括不良的一些事情吧 都需要在慢慢的整改中啊 需要慢慢的改正 作为主角的理学朋友呢 他也是终于等到这一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目前来看 这些国角 在处理好自己的实行之后呢 可以说全新的投入到 棋车比赛中 能够以最好和最薄满的状态 去迎接世界上的胜率四场比赛 这其实对于国族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 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呢 我们的国角啊 会慢慢的处理掉 自己身上的一些完善啊 包括一些不良的嗜好 争取呢 以最好的状态 包括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正面形象呢 可能代表咱们国家队啊 去出展这些世界赛的比赛 也是争取呢 为咱们国家队啊 再上辉煌 也是希望呢 李秀鹏能够带领这批国家队群啊 能够在世界赛的比赛中啊 能够 争取打一打复加赛 因为我们确实需要一场一场的硬仗 去模拟着的队伍 争取呢 在以后的比赛中啊 能够取得好成绩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